設計的原意是透過設計去改善生活 而好的室內設計 就是將設計昇華到更多人化、人性化的層面 因為我之前也有找一間裝修公司幫我整個房子 但無奈整了間隔不細用 後來我有一位親戚介紹了公司 我覺得整理了很妥當、滿意 收藏得很好、實用的地方 客飯廳的間隔是正、實用性高 白色地板增加了空間感 深木色環條特色電視牆 為整個客廳都增添了型格的味道 而電視牆後面的燈光 亦都為特色牆增加了不少時尚感 不得不提的就是飯廳中間掛著的特色吊燈 時尚的造型為屋內加上一道摩登的色彩 而飯廳的另一面放置了到頂的組合櫃 旁邊亦都放了一個多層設計的裝飾櫃 可以擺放戶主的收藏品 達到儲物和美觀於一身 最初我告訴你我的要求 所以很快就明白我要什麼 很快就畫了織 再告訴我怎樣拿位 很快就很放心 然後我就交了給他做 主人房同樣是簡約和具有時代感的設計風格 大床放在房間的正中間 一旁是到頂的大衣櫃 為戶主提供大量的儲物空間 黑色的托門設計更加是實用又有型格的感覺 大床的床頭板加置了軟墊 減少因碰撞而受傷的機會 十分體貼 在窗台這個位置加了軟墊之後 有空可以在這裡看書 又可以看風景 朋友來到家的話都可以坐在這裡聊聊天 設計師在房間的另一角 設計了一張組合書櫃 做出一個工作間 在書櫃的頂部留空了位置 令到戶主可以擺放裝飾品 增加了書櫃的層次感 貼窗的設計也令戶主可以在白天工作的時候 以自然光代替燈光 裝修師傅都有見過 看到他們的東西都很仔細了解清楚 然後才去落實去做 還有當他交了一間屋給我之後 我發覺有些細微的東西 我打電話給他 都會大家趕時間上來幫我看 之後都很快脆 那些東西都搞得很妥當 還有手工都做得很乾淨和綺麗 比我想像中出來的效果還要滿分一點 因為我看到他的材料做出來 令到我很襯適 即使燈光 也令到我配合的間屋很好 如果我的間屋再裝修的話 我都會找回設計情報中心 幫我再打造更漂亮的間屋 好嗎? OK